老闆拿起擀麵棍 現場擀麵團 全程純手工 遵循古法製作 麵皮攤平後 一片一片放到一旁的鐵爐上 接著是精華 蔥花蛋液 老闆熟練的把雞蛋打進湖中 接著攪拌均勻 搭配蔥花 這就是灌蛋餅的重點 餅皮煎得蓬蓬的 用筷子撐開一個小洞 再把攪拌好的蛋液灌進餅裡面 過程中要有技術跟耐心 鐵爐烘烤3到5分鐘 縮油烘熱 外皮酥脆又帶一點焦香味 這厚實的感覺 不是一般早餐店的蛋餅 而是純手工灌蛋餅 慢在上鍋爐 快在下鍋爐 烘的時間比較短 這間灌蛋餅就在台中東市 早上6點多就開門 不到中午就賣完 是在地人的口袋名單 純天然的下去活面 踹面 變成說我們在夏天上 我們速度要快 一份灌蛋餅45元 全程手工製作 全台少見 經營超過半個世紀 現在是二代傳承 不少人是慕名而來 變成說抓 你說抓多久 這很難講 這是經驗 像我剛溫度 氣候都有關係 老闆說不只手工 他還堅持不加任何化學添加劑 就是要讓顧客吃原味吃得安心 老店傳承好手藝 無奈通膨影響 原物料上漲 價格有微調 目前一份灌蛋餅 從40元調漲到45元 燒餅油條則是漲2塊錢 現在40塊 油條原本18現在20元 其他商品則是維持原價 TVBS新聞 蘇探瑩 陳其君 徐祐祥 SNG小組 台中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